教度红光美髮系的林芳玉 一篇剪髮内心却是无味杂陈 因为这可是妹妹留了六年的宝贝头发 原本过腰的长发现在只剩下披肩的长度 一旁的姐姐看得很心疼 妹妹虽然眼眶泛着泪水 但是脸上带着笑意 因为她要用这头绣发帮助姐姐完成环岛梦 看姐姐每天回家就很烦恼 为什么就是经费不够 所以我就跟姐姐讲说 想要把这个头发捐出去 就读美髮系的姐姐跟同班同学在暑假 打算环岛替全台湾16县市 护理之家的老人家意见 10天估计要上15万元 为了完成环岛目标 团员每天都努力的 在学校内帮忙易减募款 但距离目标还是插上了一小节 而小六的林小妹 决定要捐出长发易卖补贴旅费 就是会觉得妹妹怎么会 因为如果是自己应该也会很不想 留那么长头把这样剪掉 可是妹妹还是觉得说 没关系就帮助癌症病头 然后也可以帮助姐姐抽到旅费 就很感动这样 就这么小会这样想 妹妹的一头绣发顺利易卖到三万五千块 补足旅费的最后差额 而姐姐满心感谢跟激动 当场给了妹妹一个大拥抱 而剪下来的三条辫子 将会捐给癌症儿童当假发 也促成姐姐的环岛梦 环台易减 出发 这种王胜炫台中采访不到